路透社消息 美國商務部已草擬了包含89家中國企業 在內的新一批制裁名單 這些企業被職與中共軍方有聯繫 服務於軍事最終用戶 已曝光名單中 包括中國商用飛機有限公司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及其10個相關實體 美國商務部將限制他們購買一系列美國商品與技術 商務部目前未對此發表評論 不過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日前表示 中共還在繼續竊取美國知識產權 強制技術轉讓等行徑 他們現在有所收斂 就是因為川普總統的高關稅制裁 11月12號 川普總統曾簽署行政令 禁止美國人投資任何有中共軍方背景的中國企業 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也被列入名單 納瓦羅指出 成都產殲20戰機就是該公司製造 而飛機設計是從五角大樓竊取 目前 有關美國大選的法律訴訟還在持續 但川普政府對中共施壓 顯然毫不放鬆 我們在白宮貿易顧問 會有第二次特朗普的決定 我們認為他會贏那選 新唐人記者王凱迪 美國首都華盛頓報導